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这体重呢 吃 吃不掉 为什么我疫情都没有瘦呢 诶 吃肉也没有那么可怕 它可以补充蛋白质 提升饱腹感 克制食衣 诶 我们说的是瘦肉 这里差不多 全是油 如果你还运动的话 蛋白质有利于合成肌肉 所以说吃肉真的可以瘦 不再也不忍了 不想忍了吧 管不住嘴 那就真的胖了 脂肪肝 心脏病 高血压 中风 二型肠尿病 骨关节 癌症 诶 不吃不行 吃多了也不行 到底要怎么吃啊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 鸡鸭猪牛 羊鱼虾背 只要是肉类 每人每天需要吃40到75克 注意 这指的是生肉的重量 肉的脂肪含量越低越好 禽类和水产类优质蛋白更多 嗯 那再也不吃红肉了 咿咿咿咿咿咿 怎么又一夜费食了 红肉中有铁心等微量元素 还有B维生素 烟酸和磷 这些都是白肉中没有的营养成分 红肉嘛 该吃还得吃啊 可是有人说红肉会致癌呀 红肉的致癌风险简直太少了 想要避免这些问题 加工的红肉制品真的要少碰 想减肥呢 不用一口肉都不吃 吃肉虽然不会越吃越瘦 但只要营养均衡 想泡也没那么容易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 关注文字幕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